快乐大巴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大巴 掌声请出小嘉宾们 快乐大巴 快乐大巴 今天我们快乐大巴 来了三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这三位小朋友的年龄 加在一起的是12岁 他们三个人 得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 来 欣灵做个自我介绍 嗨 大家好 我是王欣灵 小明子轩 我来自北京 我家有四口人 超级宰霸 厉害美妈 还有小米温柔的哥哥 还有优雅公主我了 我最喜欢聊天 唱歌 下午表演 看绘本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爱我好不好 谢谢 好的 大概听明白了 四口人 后期我们下面再给你配上字幕 来 二号 小伙子 大家好 我叫 谢谢好 我们叫当当 你也四岁了 来自北京 最喜欢 披肚球 还喜欢赛车 啊啊 还喜欢小火车 出出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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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小男孩 希望大家喜欢我 给我加油 支持我 好 啊 好 来 苏佳南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可可 我大名叫苏佳南 我爸爸叫苏琪 琪是跟大可组成的 我妈妈说 我是我爸爸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叫可可了 我今年四岁了 很喜欢跳芭蕾舞 我给大家来两个动作吧 来 我是助理 帮你拿着 先拼个茶 哇 好优美呀 好了 公主 再给大家转两个圈 还得转圈 谢谢大家喜欢我 谢谢 谢谢 一会儿也开始转了 对 太可爱了 三个小朋友咱们都认识了 那他们每个人究竟 来快乐大巴有什么愿望呢 好 我们听一听吧 心里你的愿望是什么 长大后长大名 会弹吉他的女王 会弹吉他的女王 这样我们 如果你获胜的话 我们会送你一个小吉他 好吗 好 二号 像爷爷和爸爸娘 帅气的地球 我还有一个忙 就是让你赛车手 我教练了好多的赛车玩具 我姐姐和爸爸 他会去开着真正的赛车 想像爸爸和爷爷一样 将来成为一名足球 运动员 还想呢 就是去体验一回真正的赛车 是不是 去开真的赛车 让你坐真的赛车 看一看 是不是 感受一下 好不好 好 加南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 当一名很专业的芭蕾舞老师 哦 那是不是得长大以后啊 对 这愿望现在有点远 我们没法帮你直接变成芭蕾舞老师 有 有 说说吧 我 我想拥有的是 一件真正的芭蕾舞群 和一 一个 两个真正的芭蕾舞鞋 哦 一双是吧 真正的芭蕾舞鞋 不能送一根 送两个芭蕾舞鞋 那这样吧 三个小朋友的愿望已经很明确了 看一下 今天谁的表现更好 我们就帮他实现愿望 好吗 好 来掌声送给七彩风铃大乐队 就一下准备 芭蕾舞爸爸 马上出发 快乐大巴 芭蕾舞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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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玲今年四岁 是个纯真可爱 琥珀好动的小姑娘 可爱的小姑娘 还自称优雅公主 平日里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和哥哥一起做游戏 今天来到快乐大巴的舞台上 还教我们做起了手指游戏 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 王兴玲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希望成为有魔法的女王 那是不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我们小时候和你们小时候 看的动画片肯定不一样 对吧 这么个个小时候看什么 就你刚才说的《忍者神龟》 葫芦娃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对 都是这种 三千里寻武记 你看的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个 眼睛灯灯的响通灵 射出山点半的经历 黑猫警长对不对 预备开始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喵喵喵 其正不错 其正不错 鸡鸡响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赶快跑 来了 哎 怎么跟我来 这个还是挖口版的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喵喵喵 我听到这个呀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没听够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喵喵喵 骑着摩托 骑着摩托 鸡鸡响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赶快跑 快了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喵喵喵 骑着摩托 骑着摩托 哄哄响 骑摩托 对对对 骑着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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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赶快跑 哇 我觉得这是不是 这是他们一扎思考在家里玩的游戏啊 是吧 我看手指特别灵活 是不是这个会手指操啊 在家经常揉那个健身球 会手指操吗 哎 教教我们吧 你看我们这么爱学习 什么 手指操 手指操 你看刚才他那么灵活 来 来 怎么办 准备 准备 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 大点是 变哑叙叙叙成毛毛虫 爬呀爬 两根手指头 两根手指头 变哑叙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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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老虎旺旺旺是吗 不是 到动物园来 看着十五山老虎过来 旺旺 六根小指头 变呀变成小小 小小 七根小指头 变呀变呀变成小老虎 吱吱吱 八根小指头 我知道变什么 变呀变呀变成小手 三条 小小 小小 小根小指头 对 小根小指头 变呀变呀变 变成小钩子上个钩下个钩 左个钩右个钩前个钩后个钩 十根小指头 十根 这是十根小指头 哦好吧 十根小指头 十根小指头 变呀变呀变 小眼 看见我的分 看不见 我这笑起着的分不开 这个有点难 还得这样 我看见你了 这是一种瑜伽的造型 这样对不对 还有吗 没了吧 你听出来没有 这是一个根据黑猫警长改编的手指歌 有猫对吧 三根猫 黑猫警长 喵喵喵 七根是老鼠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赶快跑 我特喜欢你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稍微下去休息一小会儿 我们让二号小伙子上来好吗 二号小伙子已经在那按耐不住了 好不好 掌声欢送一下 这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谢志豪 今年四岁了 是一个阳光帅气 活力十足的运动小将 生长在运动世家的他 从小就热爱足球和赛车 长大了 也要像爸爸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此番登上快乐大巴的舞台 他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刀刀你好 真会踢足球吗 穿着球衣特别棒 问你一个问题 这是哪个队的球衣 国安的 真实 国安是哪儿的球队 国安是北京球队 对了 北京球队 然后球队这上面有一颗星星 这星星是什么意思 有的 你看国家队友带五颗星人 对吧 然后有三颗星人了 国安队只有一颗星 俱乐部球队带一颗星说明 北京国安曾经得过一次 咱们国家的联赛冠军 冠军联赛 中超 中超 对 中超联赛冠军 那谁教你踢的球呢 爸爸 爸爸是谁啊 爸爸是 爸爸是谢峰 谢峰 国安队的谢峰 不敢不敢的 北京的国安队 真的 贝克汉姆跟爸爸都是七号 都是什么 都是七号 都是七号 七号 对 这倒是 倒是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北京国安那时候 哎呦 那么多人喜欢 每一场的这个工体比赛全满 到不了现场呢 都会通过收音机来收听 记得就是 每场都有我 都去了 我都去 这 给他们一个话筒 我问问 是爸爸特别崇拜谢峰 所以说 孩子也喜欢谢峰 是吧 话筒书呢 我是他舅舅 舅舅 旁边那位呢 我是他的妈妈 妈妈 你老公就是北京国安 那个谢峰吗 对 他那个去比赛了 然后所以就没能来 就那七号谢峰吗 对对 就 就 右边 等会儿 那你 那你爷爷是谁呀 我爷爷是谢峰 谢峰 没错 也是徒军 中国主韩的元老级人物 奶奶也特别厉害 奶奶是因为 赶跑运动员和爷爷爷不像 奶奶和爷爷 百米 短跑运动员 他基因不一定不太像 爷爷和爸爸都是足球运动员 奶奶郑玉如曾经在五十年代 是破了这个全国一百米的这个记录的 最快的速度好像是十二秒一一 对不对 还参加过押运会 对 你是这个体育这世家呀 对吗 咱们说了这么多 我看看这个小足球运动员 咱们这基本功怎么样 给我们来两次 对 来两次 点球争胜 最后一球 现在打成五比五 对方设施了一个 这球如果进了就赢了 决胜球 上场的是谢志豪 监助跑 地球 滑 打在门框上 进了 那么拳呢 再来一球 这边有守门员了 助跑的那一下 他起到什么 有守门员 四肢 拐腿 三肢 没到 打在了守门员的脚上 弹了出来 赶快捕射呀 带球过人射门 带球过人射门 我们现在看到 北京国安队的现场 带球射门 你还没来得及时 抢呢 好 带球过人 再来 出面爽赖 先球会不会 颠球开始 我一直以为 那这个颠球 就是一个球得离开手 带球高抬腿 原来球球又行 我颠的 我颠的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对这个足球规则 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上场多少个队员 足球场上一共多少个人 11 多少个球员 11个 几个裁判一共 有三位 三个裁判 三位裁判 是不是 分别是干嘛的 一位主 踩两边 两个边踩 然后呢 足球比赛时间 是多长时间呀 90分钟 下半场45分钟 下半场45分钟 如果有一个球员 他犯规了 给他几次黄牌 就要被罚下去呢 两张 红牌就红牌 罚下去 罚下去之后 还可以再上人吗 就少了一个呀 罚下去了 就少了一个是吗 明白了 那如果是这样 踢累了 想换人 是不是能过一会儿换一个 过一会儿能换一个 可以换三次 只能换三次 那个对 那你再给我们讲讲 这足球队 你看 11个队员 可以摆几种阵型呢 有什么阵型 有 336 比如拿这个 336 336 我现在就12个人 32个人 守门员都上去还不够 442可以吗 442也可以 那你给摆一个 不用说 这是442 加上守门员 11个人 对 这边 红的这边 这是什么阵型 你说说 这叫什么 这 这也不是 这有四位 这有两位 这是三位 这一位 4231阵型 哪个队最爱用 黄队最爱用 对 国安最爱用 4231阵型 是不是 这个整个是一个历史的演变 哪个队有什么球员 可能会根据这个球员特点 去出阵 最开始就是442 4233 现在国安打4231 那今天带来什么节目了呢 国旗国旗多美丽 好 一起来欣赏 国旗国旗多美丽 天天生在 朝夏里 小朋友们 爱度我 想着国旗 经历 经格里 国旗国旗多美丽 五颗心情 绕大地 渡过前几 多壮大 国旗 经历 经格里 哇 真棒 动作我们也能记住 国旗国旗多美丽 这个是干嘛呢 这个 这什么意思 这个动作是 那个 朝夏里的时候 那个 天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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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国旗呢 红红的 就升完国旗 甩一下 甩向蓝天 天风光场 升级一试 那个五顶战士 对吧 升级的时候 拿着国旗 升了一升 国旗飞起来的这样 五颗星星 赵大地 喜欢看升国旗吗 喜欢 我们也希望 这个五星红旗 更多的上升 在这个国际赛场上 对不对 升起来 我们 所有运动员 最大的梦想 就是自己在场上 的时候 靠自己 让自己国家的旗帜 升在会场上面 哇 那种光荣 还带来什么节目没有 这狼们给他们 那一个农场 有农场 好 来 在这狗里面就是 我们也不得了 我们也不得了 这狗里面就是 我们一种热情的 小梦 都将农场 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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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那种 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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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一个 听咱们1号小朋友 教咱们手指 手指操 学各种小动物 你这个好像也是用手指头 有哪几种动物 第一种是猫 来 猫什么样 五根手指头的猫 第二种 第二种是 有个这个 三种 鸭子 鸭子 对 来 第三种 牛 小朋友是真喜欢各种小动物 那一开始节目介绍的时候 还说自己喜欢那个赛车是吗 对 真喜欢呀 这赛车喜欢哪种赛车呢 F1赛车 哦 一骑方程式赛车 他多了七次冠军了 谁 舒马赫 嗯 对 最出色的这个赛车选手 我想问问这赛车跟其他汽车一样吗 比如我有这个普通车的驾照 那我能开赛车吗 不行 嗯 你只能有智力和勇敢 什么 得有智力和勇敢 还得有超级驾照才行 对 那个驾照跟普通驾照不一样 那个驾照叫什么 超级驾照 就叫超级驾照 车子必须得改 那个不容易翻车 还有它的发型就减困 底盘很低 不容易翻车 底盘得低 轮子得大 不容易翻车 那这种车能在那个卖汽车的地方买到吗 嗯 不能 都是人家专门团队组装的 那你长大之后究竟是当赛车手 还是当足球运动员 嗯 嗯 不知道了 好艰难的选择 以后我们到足球场上开赛车 好吧 没人敢铲你 你看那个赛车里面坐几个人 一个人 旁边没有个副驾驶吗 只有一个 自然了 嗯 她是看F1 对 对 真是 很明确 没错 这样 如果你真的今天能够得到大多数观众认可的话 我们就给你安排去汽车城 到真正的赛道 没有地方坐 去体验一下赛车 好吗 好 哇 谢谢 掌声送给我二号小学生 有请三号小学生 苏嘉楠是一个聪明可人 能言善道的小姑娘 爱心满满的她 非常喜爱小动物 家里狗狗的日常 饮食起居 她都能照顾的妥妥当当 小小年纪的她 还拥有一个美丽的梦想 那就是 有一天称呼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让我们一起认识认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吧 听说你特别爱踢足球对不对 我不是爱踢足球 我是爱跳芭蕾舞好不好 就带了一个绘本书 平时喜欢看吗 喜欢 大脚鸭跳芭蕾 那给我们讲讲行吗 好的 有一个女孩 她叫贝琳达 她很爱跳芭蕾舞 她每天都去芭蕾舞学校跳芭蕾舞 可是她觉得有点问题 哦不不不不 有一个问题 哦不不不不 应该是说两个大问题 就是她的左脚和右脚 其实她不觉得她的脚有问题 其实参加芭蕾舞选白赛的时候 问题可就来了 评委们一看见她的大脚就说 暂停 暂停 哦你这双大脚像条纯 哦你这双大脚跟海豹的奇美两样 哦你快回去吧 你这双大脚永远跳不好 贝琳达伤心了好久好久 脚太大了被嘲笑 她找贝琳达找啊找啊 除了跳舞她什么都不会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一家工作 就是到一家餐厅工作 客人很喜欢她 连老板都喜欢她 因为她的脚步轻巧和灵活 有一天有个乐队来演奏 他们先练了一首清怪的曲子 她跟那曲子跳起了舞来 跳起了舞来 客人一点一点都来了 看到贝琳达讲故事都 贝琳达跳舞 跳芭蕾舞 她们都恍惚起来 嗯 就这样 就这样 贝琳达去了大都会剧院 翩翩起舞 嗯 大家都喊哇 大家都喊哇 太精彩了 连培评委们都说 哇太精彩了 你跳得太棒了 没有人在看住于她的脚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绘本啊 大人看起来觉得太幼稚 不想琢磨 嗯 但真的好多小朋友看的东西 我看这就特别有体会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做的话 不要因为别人说你不行 你就不去努力 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 哎呀 还会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艺 快乐新猫 跳舞的节目 对吧 嗯 来 我是一只猫 快乐的鞋猫 找尾巴提炒 你快乐就好 我是一只猫 快乐的鞋猫 周围抱起炒 你快乐就好 我的身体摇摇 对吧瞧瞧 我是快乐新猫 不睡懒觉 一一阳光 看了我是 你快乐的鞋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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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乐就好 我一只猫 我发誓 我发誓我发誓我是一只好猫 喵 最后一句再来一遍 我发誓什么 我发誓我是一只好猫 喵 它这个不对 猫是三个 你是五个 它这个我感觉像是飞吻吧 喵 喵 这猫小动物在我们这节目里 真是太重要了 那喜欢小动物吗 可可 我喜欢小动物 它本身就是一只好猫 那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 其他的小动物 对 小动物 各种动物 先模仿 大象 好的 这个真是有代沟 我小时候学大象都是这么学 然后现在发现都是这么学 还有吗 小象 不不不 还有 长领鹿 还能出声 长领鹿还这样叫呢 长领鹿能出声吗 应该不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再学点别的 狼 狼 可以 老虎 也有点像 我是一只好老虎 兔子 兔子 兔子怎么叫 兔子也有声音 你会不会模仿小狗 这不仅有声音 吐舌头 这是小狗 大狗呢 喂 喂 你们家有这个狗吗 养了吗 养 养的是金毛 爸爸妈妈喜欢狗 所以你也喜欢狗 对吧 我妈妈怕狗 我爸爸不怕狗 我也不怕狗 你说等一下 妈妈怕狗 妈妈怕狗 那家里怎么养啊 为什么要养狗啊 现在我妈妈不怕了 以前我妈妈害怕了 那如果妈妈怕狗 你怎么来 让妈妈能不怕狗呢 我就说 拿一个肉条 把凯撒尔淋走 让它不在妈妈旁边 对 妈妈还是害怕 爸爸 你夫人那么害怕狗 为什么还非得养呢 您说怎么劝说它的 是这样 其实在我的观点里边 就是说 我希望可可 在成长的过程中 然后有一个小的动物 陪伴着它 然后呢 能够喂养它 比如鸡毛和撒摩耶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希望可可 能够对生命 对生命有一种体验 对生命有一种尊重 然后是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说才养了狗 好吧 那个今天三个小朋友呢 表现得特别好 太可爱了 马上呢 我们要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 看看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 来 快乐大巴 继续出发 乌巴巴巴巴 乌巴巴巴巴 好 到了我们的游戏环节了 我们已经分成了三个队 是吧 那我跟这个当当是一队 芝麻哥哥呢 就跟我们可可一队 好 皇伟哥哥呢 就跟我们心灵一队 本期玩吧 环节中 我们将带领大家 玩一个合力吹泡泡的游戏 每组三人 一人负责吹泡泡 另外两人 负责将泡泡送过圆环 一分钟时间内 通过圆环数目多的对获胜 我们准备好了 你站这边 三 二 一 开始 我直接就吹过去了 过没过 算不算过 没过 没过啊 你怎么得弄坏了 宝贩 还有点捣乱呢 可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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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贩 你的任务不是把它弄坏 我们把它吹过去 你的任务不是把它吹过去 等会儿啊 感动哭了一个 对 小心 小心 妈妈好厉害 为什么要找妈妈呢 快快快快快 三个 四个 没过去 没过去 吹一把 宝贩 快吹 十秒 五 四 三 二 太多也不行 一 时间到 十秒 小鹿姐姐 当当和妈妈 率先登场亮相 妈妈吹的泡泡 虽然很大 但是也很容易破 小鹿姐姐和当当 努力地保护泡泡 轻轻地吹送 最终以小比分完成的比赛 让我们看看 下一组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吧 继续 开始 开始 妈妈那个就是 妈妈十秒了 你还没吹出一个泡泡 妈妈 这个飞到链不要太多 我来 妈妈去 老爸快吹 来 我要还没妈妈唱 可怎么办 好 太棒了 哇 哇 加油 你往高点吹啊 三个 四个 小心啊 小心地滑啊 妈妈 小心地滑 哎 上面的有希望 上面的 怎么都回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拿手不行 手不行 妈妈用手打就破了 好 五个 五个吧 对 五个 还有二十秒 六 十 五 十 这是几个小问题的数字 十二 十 九 十三 八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王心凌和妈妈一上场 竟然一个泡泡都出不来 好在黄伟哥哥及时和妈妈调换了位置 一口气居然能吹出一串串小泡泡 直接穿过云环 最终以初次的成绩完成的比赛 最后一组选手们的表现如何呢 一起来看吧 然后一个 好 这把范她t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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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个 一个 不行 不是 不是 这个快扑 好 换一个 换一个 来 一个一个 好 它吹得更厉害 我发现 四个 五个 加油 加油 好 太棒了 它怎么吹这么多呢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九个 好多呀 特别滑 别去了 吹 快吹 十一个 十一个 这个还不坏 十二个 加油 还有你 三十秒 十三个 十四 我的天哪 还有十八秒 再来 这个大泡吧 这个可以 必须过 必须过 好啦 时间到 十四个 好啦 时间到 芝麻哥哥 可可和爸爸 这一组 可可吹出的泡泡又多又大 芝麻哥哥和爸爸配合默契 小心谨慎地把一个个大泡泡 吹过圆环 同样出色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祝贺他们 好啦 我们游戏结束了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 那这个获胜队就是 皇伟哥哥和心灵这队 祝贺他们 哇 那我们两个也特别棒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一轮投票了 对 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说哪个队赢哪个队就好 是您觉得哪个小朋友更可爱 您更喜欢 对 拿起手中的表决器 支持几号就为他投票吧 唐酷 唐辑 绕出发 《乌鸟》 双鸟 书已经统计出来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先不公布 放松一下心情 奇牛强一会玩具再说 对 快乐大八继续出发 快乐大八 乌鸟大八 来吧 好了 又到了我们骑牛奖玩具的环节了 六组骑士团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六组骑士团呢 都是我们快乐大巴的热心观众 我们选出来的 好 有请他们上场 欢迎 欢迎 欢迎你们 所有玩具都在这儿呢 请看我们的礼物 机会特别丰富 给你们准备的啊 男生女生都喜欢的 对 那今天呢 我们还要接通三个场外的电话 我们邀请呢 我们场外的热心观众 跟我们现场一起互动起来 大屏幕滚动起来 停 185快乐大巴5716 辽宁的一位热心观众 喂 您好 您好 我们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快乐大巴 我是小鹿姐姐 喂 您好 您家有小朋友吗 有 稍等一下 在吗 稍等 在呢 你好 这妈妈朋友 说得真好 你好 宝贝 你好 你小明叫什么 我是小明 叫念念 叫什么 念念念 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念念 我十三岁 三岁 爸爸在旁边 是不是 喂 太巧了 一家人都在 那我们对个口号吧 快乐大巴 我爸爸 太棒了 一号到六号 一号到六号 选一个 一号到六号 四 四 四 楼前四号集日团 咱们家是聊天省 哪个城市的呀 五岁 五岁的 一七岁了 三岁 三岁 两岁十一个年 两岁十一个年 又比电话那边 小朋友还小一点呢 差不多 那你来到快乐大巴 高兴不高兴啊 跟小鹿姐姐说 高兴吗 特别高兴 是吧 爸爸一看这个 身体也强壮 经常锻炼吧 现在有点缺乏 是吗 没事 您现在缺乏 马上就给您一机会 恢复一下好不好 好嘞 来 爸爸请他牛 来 预备开始 加油 没事 来 下哪个 小兔子好不好 抱上 抱走 快去 快去 快走 看一下小李家 对 小心 小兰子 来 快去 去吧 快去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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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看到 压住 要吗 放这个吧 加油 快去 再去 来 快点去吧 喜欢 喜欢哪个 快去 快去 快 快 快 一分钟了 爸爸还可以啊 这个 还行 回去吧 平衡感不错 后面牛会加速的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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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哪个 来 书包吧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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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脚底 看脚底 看那边 那边 好奇 好奇 好奇啊 好奇 爸爸 棒不棒 棒 电话那边的小朋友 我们有大黄鸭 还有兔子 各种各样的玩具 啊 谢谢念念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紫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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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小朋友 谢谢 好我们接通今天的第二个电话 行 好 158快乐大巴 5534山西的小朋友 好 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 哎 电话 喂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快乐大巴 您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队吗 啊 你好 你好 啊 我是芝麻 我是小鹿姐姐 我是黄伟 身边有没有小朋友 请问您身边有小朋友 有有 姐姐你好 啊 小朋友你好 小鹿姐姐你好 你好 你几岁了 十岁了 四岁 那跟芝麻哥哥对个口号吧 好 快乐大巴 5888 好 那1到6 现在刚才有 6个数字里4不能选了 你选一个数字 12356 12356选一个数字好吗 5 5 有75号奇日团 好 这都穿七几个 对 顺家三口是吧 谁选的衣服 我 妈妈 我 这很后现代的一种感觉 宝贝你几岁 四岁 那跟我们电话那边 那位贝贝小朋友一样 是不是 平平喜欢跑步吗 喜欢 好 一会把喜欢的带回家好不好 爸爸像踢球的一样 踢不去就 老健身 健身 健身 佛称什么那种 对对对 那臂力应该很好 是吧 我们师傅哥哥经常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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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每次都在我 我称最多一次能做多少 一下五六十个吧 哦 你能做多少 差不多 嗯 可以啊 咱不能浪费体能啊 把我上牛吧 把我上牛吧 carrot 你看 这种 挺大的 которые 是 没有 что 开始 爸爸五十秒 加油 还有粉色小红呢 都是小女生喜欢的玩具 快 爸爸七十五秒 爸爸看起来游刃有鱼 累不累 还可以 对自己这成绩满意吗 行一直到一百秒吧 可以 其实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 九十秒不错了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骑牛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要那个平衡感和巧劲 你感觉骑牛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有劲的 有劲就行 可以加住了 你现在骑了九十四秒牛了 你还能做佛冲吗 不行 凑 你再做几个 我们跟你比一比 这骑完九十四秒牛了啊 掌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可以了 可以了 全国人民在看你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全国人民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这个难啊 他这个手在腰直撑 这个比较难 十六 你没数数啊 十八 二十 二一 二二 再一会儿 掌声作为芝麻哥哥 谢谢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真棒 棒棒棒棒棒 还有今天最后一个机会 我们把这个电话打出去 停 四川的 136快乐大巴 6621 四川的朋友 四川的朋友 我们接通信一电话 喂 喂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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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木姐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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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小朋友在旁边吗 小朋友在啊 在 麻烦您叫一下 我们要跟他对一下口令 您是四川哪里啊 我 我 成都人 哦 成都 成都 对一下 快乐大巴 五八八八 太棒了 一二三六 选一个数 选几号 二号 二号 二号机群团 朱家请 两个小朋友 我这个鞋能跑得快 对 看出来了 他指着姐姐说 姐姐的皮鞋不行 是吧 一会儿两位 就是姐姐跟妹妹 我们这样的接力 好不好 我现在跑得更快了 嗯 那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原来是运动员 什么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哦 来 爸爸做个准备 三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妹妹 加油 三 二 三 二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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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八岁就是劲儿大 对 快拿 快 快 拿走 哎 别啊 行 也行 来啊 放在 放在车里 哎 这个也放车里 快快快快 爸爸六十一秒 爸爸六十一秒 爸爸的战术是贴着牛 啊 贴牛战术 七十秒 快跑 快跑 爸爸加油 哎 接力 接力啊 爸爸拿着球来扣篮吧 我们这正好有篮筐 让我们全场小朋友高兴一下好吗 这么高能扣着吗 哦 哦 谢谢 谢谢 再见 太棒了 谢谢 好 马上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我们要看看哪位小朋友的梦想 可以在快乐大巴实现 快乐大巴 继续前进快乐大巴 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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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三个人的愿望是什么来着 二个人的愿望 来 说一下 再回忆一下 对 回忆一下自己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想大后 想当名优雅 为他提唱的女王 二号你的愿望是 我想跟爸爸一起去卡丁车俱乐部玩 哦 你看 卡小和爸爸还有黄伟一起去卡丁车俱乐部玩 来 我的愿望是当一名 专业的巴雷舞老师 嗯 那现在呢 因为芭蕾舞老师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试试 对 你说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什么 要一个真正芭蕾舞裙子 还有真正芭蕾舞鞋 好 三位小朋友呢 都重温了一下他们的愿望 那究竟哪位小朋友的愿望 可以在今天快乐大巴实现呢 现在看一下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走 哇 都差不多 嗯 六十三 六十五 六十二 哦 那今天在快乐大巴实现最愿望的 就是谢志豪当当 祝贺你 谢志豪 恭喜 谢志豪可以和他的爸爸 还有我 一起去开赛车 我们也为每位小朋友都准备了 他们喜欢的礼物 哦 送给他们 送来个赛车模型 对 先送一个给你啊 好 这是要当女王弹唱的 对 王兴玲的 朋友们 嗯 感谢您关注我们快乐大巴的节目 感谢齐主团 感谢现场以及现时机前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也有梦想想在快乐大巴实现 有才艺想在这个舞台展示 就赶快报名参加我们的快乐大巴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abduct我 不要 有 tab не 报告 рублей 好 ún 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用作时代 世界就是我们舞台